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提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杰克逊 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如果获得确认 杰克逊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出任大法官职务的非裔女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布莱尔1月下旬宣布 将在最高法院目前停期结束时退休 当时拜登就表示 希望提名非裔女性进入最高法院 这也是拜登竞选时的承诺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征询与审查后 拜登今天宣布提名杰克逊出任大法官职务 拜登在提名声明中赞许 他是美国最聪慧的法律人之一 杰克逊的任命如果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 他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进入最高法院的非裔女性 现年51岁的杰克逊毕业于哈佛法学院 曾经担任布莱尔书记官 在法律界拥有广泛的经验 曾任联邦上诉法官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美国量刑委员会成员 也曾担任联邦公社辩护人 如果获得确认 杰克逊也将成为第一位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前联邦公社辩护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占六席 自由派占三席 任职大法官27年的布莱尔退休 让拜登获得提名宜缺的第一个机会 但他仍然无法改变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